再来带你看到水宝局花莲分局连续三年在193县道 举办大地庆典第三届的农青河活动 那么因应疫情是取消了大型的音乐活动 而打造五处参与式的大型地景艺术 那么其中呢一卡皮箱旅人四季大地舞台 除了是地景艺术之外 也是全台首创参与式的地景艺术舞台 那么将会开放到明年二月底 来提供作为免费演出场地 疫情舒缓天气舒爽正是旅人出游的好时节 由水宝局花莲分局办理的农青河3.0版本 充满艺术风情将在11月13号开罗登场 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在后疫情时期 让各地旅人亲近大地 保览花莲粽谷美景在金黄稻碎中找寻儿时欢乐 也是健康有趣的亲子旅游活动 我们希望是说最爱吃 大家最爱来我们花莲吃 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玉璃的这个吉祥物 台湾黑熊 我们做成了一个六米糕四米宽 然后背着我们花东粽谷产品的这个熊来吃 象征着我们这里的农产品是负数的 我们的经济能力就有这样可以来提升 110年主题定为纵谷旅人四季 将大型音乐会改为十场次音乐表演线上直播 并且配合玉璃镇地方风情 在193县松浦社区打造五处大型的地景艺术 当地居民也都期待带动地方观光 林珠宏湖大仲家神领给我们这块非常棒的土地 希望大家在丰收的季节能够有大丰收 好 现在我们的小美女要在 主要是说提升社区的活力 给社区充满着希望可以往前来迈进 进而促进社区的农业经济 充满艺术风情的农青盒3.0版本将在11月13号开罗登场 持续到111年的2月13号 在后疫情的时期让各地旅人来倾尽大地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